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 這部就是朱祺琳 膽信聰 兩岸的經濟呢 是越來越緊密 非常非常多的臺灣民眾 因為臺灣你現在如果去存定存的話 兩年期的定存利率呢 大概頂多就是一點三 了不起給你到一點四好了 可是呢 中國的人民幣定存呢 在之前呢 有時候到五啊 甚至到六以上的這麼高的一個利率 所以非常非常多的臺灣民眾呢 去買人民幣的定存 甚至說把臺幣的定存解掉 然後直接去存人民幣的定存 另外呢 也有非常多臺灣的民眾呢 看到說 哇 中國A股啊 這些股票好像表現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把大量的資金呢 都投入到中國的資本市場裡面去 可是呢 中國這一陣子被高度質疑 他的所謂的泡沫經濟 是不是真的就要崩盤了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呢 是中國面臨到有史以來最危險的一個挑戰 上海的綜合證券指數呢 單週就跌了十三趴點三 而光一天在上禮拜五的時候呢 就跌了三百零六點 這個大概是將近六點四二趴 這樣子一個跌幅 而很多人認為說 接下來可能是中國面臨史上最嚴重的 經濟泡沫的這樣子一個危險 如果說中國的經濟 真的有所謂的經濟 或者是金融風暴的威脅的時候 臺灣是否會受到連帶的衝擊跟影響 今天好好來談一下 兩岸經濟在這一陣子 將會面臨到什麼樣的一個風險 介紹五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中央大學經濟系的教授 邱俊榮 邱老師 信聰好 大家好 世新大學財務金融系的助理教授 梁彥平老師 大家好 這邊歡迎是投資中國信息網的社長 他是資深的兩岸新聞工作者 李孟舟 李社長 信聰好 大家好 也常來上我們節目 中小企業的董事長 康明媛 康董事長 信聰好 大家好 資深的媒體人 蔡玉珍 信聰好 大家好 來看看上海股市怎麼會跌成這樣子 這是因為漲太多 所謂的下修 還是說真的是一個金融海嘯 來臨的前夕 什麼叫做妖骨呢 這個是號稱中國第一妖骨 妖骨不是什麼罵人 其實也是罵人 但是就是中國古民統稱的一個用語 就以前有神骨 仙骨 就長得很多 長得很多 那現在還有那種更厲害的叫做妖骨 那妖骨是什麼 就是妖風一飛沖天這樣子 那真的是一飛沖天 這個叫做中國的第一妖骨 北京暴風科技 中國現在有很多這種妖骨 你看一下三月二十四號挂牌 挂牌的時候呢 七塊一毛錢 都是講人民幣 挂牌七塊一毛錢 當天收盤呢 就漲到十塊 結果他挂牌之後呢 這個也是創下有史以來非常高的世界紀錄 連續二十九個交易日通通漲停 一直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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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五十五個交易日呢 他可以從七塊錢 漲到三百零七塊 五毛六角 漲幅大概是四十多倍 還說要繼續漲啊 大家趕快追高啊 這個實在是太好 中國經濟表現太好 結果六月十一號停牌 禁止交易了 他說什麼呢 因為要籌募重大事項 五十五個交易日 從七點一四塊錢 漲到三百零七塊 漲幅是四十倍以上 二十九個交易日 連續漲停 創下世界紀錄 美國蘋果可能要搞了五六年以上 才可以有這樣的漲幅 但是他短短五十五天 就可以有這樣的漲幅 而在中國呢 這種所謂的腰股 到處都是 可是在上個禮拜 上海的股市呢 大幅下修 這所謂掉漲的 整個中國背後 經濟是否表示著 一個非常深的一個危機 我們先來看看 中國股市大起大落 過去一年 上海上陣 狂漲百分之一百五十 炒股成了全民運動 卻有專家指出 泡沫即將破滅 Marketwatch專欄作家高德 以世上最糟的泡沫 形容中國股市 直指二零零七年 上海上陣指數 一度衝上六千點 卻在一年內暴跌 百分之七十 如今的上陣A股 與七年前如初一策 並提出七大警訊 包含中國第一季 經濟成長率降到百分之七 壞帳導致企業 盈利增長速度放緩 融資余額暴增五倍 散戶比重高增 以及本疫比較過往為高 都顯示可能的泡沫警訊 另外有蓬勃 專欄作家指出 深圳股市由科技類股帶頭飆漲 以暴風科技為例 五十五個交易日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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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飆漲四十二倍 是炒作的最佳代表 而陸股散戶比重高達百分之九十 更有三分之二的散戶教育程度落在中學以下 迷醉於牛市的投資人 不可忽略種種崩盤警訊 後面就要觀察 到底人行會不會持續的做這個動作 如果說錢沒有再放出來的話 當然這邊資金動能不足 就很容易造成中國股市漲多之後大幅度的壓回 中國股市在外資大量撤出的當下 權依賴內資與政策面推動上漲 如果借貸投資股票的散戶 面臨股市崩跌 不僅將拖累家庭財政 更將聯動銀行金融面出現危機 不過邱老師你怎麼看 這會不會是從到之前 不管是兩千零八年全球的金融風暴 或是兩千年打看的這個所謂的經濟泡沫 剛剛我們談到所謂的北京暴風科技 真的是來如來去都像暴風一樣 五十五天 可以從七塊漲到三百多塊 漲了四十倍之後呢 停牌 這個是另外一個叫做腰骨 藍石重裝 去年十月的時候掛牌呢 兩兩塊兩角 二點二元 掛牌的時候只有兩塊多 連續二十四個交易日 通通漲停 最高呢 在今年五月十九號的時候 最高價是三十五點一九 然後呢 上禮拜五收盤價是二十二點九六 光從五月十九號到六月十九號 它跌幅大概就是四十趴 可是呢 它從兩塊二呢 可以經過幾個月呢 漲到三十五塊 那個漲幅嚇死人 跌幅也是嚇死人 可是這代表說 個別的下修而已嗎 好 其實中國股市是非常有趣的股票市場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我們大概在二零一零年全球經濟開始復甦的時候 全世界就是從中國開始經濟復甦的 他是全世界經濟復甦的領頭羊 但是在那個非常榮景的時候呢 我們看上陣指數幾乎都沒有上漲過 一直在兩千多點 甚至比這個這個金融還需要錢還要更差 所以這個是非常奇怪的現象 但是從二零一零年之後 中國的經濟是下行 是開始這個趨緩的 結果反而你看到現在全世界都看壞中國股市的時候 他的股票卻飆成這個樣子 這證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的資金效應其實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也就是說通稱來說叫做泡沫 那怎麼看這個中國股市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短期來講 要崩盤的可能性 我覺得不太高 那不太高 我的判斷很簡單 因為包含這個中共現在的貨幣政策 還有非常多可以運用的空間 包含他的存款準備金率現在還蠻高的 他的利率現在也還維持在一定的水準 如果他要降存準率或者是要降利息 去維持一個寬鬆的這個貨幣政策 他還是有空間可以操作的 所以短時間 路股要這個崩盤恐怕不太容易 但是如果我把時間拉長來一點看 其實可能的因素就非常非常多 舉個例子來講 貨幣政策不是 貨幣的寬鬆 不是沒有限制的 因為你貨幣一旦寬鬆之後 後面很多的後遺症會產生 包含了物價的問題 包含了貧富差距的問題 再加上國際間有很多的變數存在 譬如說美國升息 對美元升息的預期 包含了這個希臘現在面對的可能的危機 所以全球金融市場 其實是處在一個高度的不穩定狀態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 短期要崩盤大概不太可能 但是時間拉得長一點 可能到三個月半年以後 那我覺得這個以現在的角度來講 這是一個夠長的時間 讓中國這個股市往下大幅修正的可能性 是非常高的 為什麼你認為短期之內 中國官方還是有能力不讓他崩盤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他現在相對來講 他現在的利率 譬如說我臺灣的利率 像剛剛信聰講的 只有一點多percent 他現在利率還相對 處處在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所以他現在要貨幣寬鬆的話 他可以透過這個利率的下降 或者是從關準備金率的下降 而且中國一向非常喜歡利用 這兩種工具 光是今年到現在已經降了幾次的 從關準備金率和這個利率 所以當他覺得這個股市 是有相當程度的危險 可能造成金融危機的時候 他其實是有空間去支撐 現在的這個 這個整個股市的這個狀況 所以梁老師你也認為說 短期要崩盤幾乎是不太可能 但長期那個 所以我中長期再來討論 那為什麼上個禮拜會漲 或上個禮拜之前會漲成這個樣子 而上個禮拜會跌成這樣 我們來看看 六月十六號當週呢 股市是暴跌 那真的是叫暴跌 暴跌光五天的交易日 就可以跌十三趴 那個是嚇死人 台股現在九九千多點 那就是跌掉一千多點 那個就是如果用台股的跌幅 就是台股一個禮拜跌掉一千多點 你看那個心臟不好 所以上禮拜已經有人跳樓自殺 那上陣A股上週跌幅十三點三二趴 禮拜五就跌了六點四二趴 一千支股票跌停 這是兩千零八年以來最差的一週 中國大陸的市值呢 增發了九點二四兆 然後每戶虧損超過五萬塊 那首次上市募資的這個動能 開始轉向股市飆漲 那大部分IPO首月呢 股價都超過兩百趴以上 可是五月二十七號高點之後呢 出現了十趴的下跌 IPO指數開始整整轉向 所以我請教梁老師 他就只是因為飆漲狂飆之後 健康性的暫時向下修正 可是並沒有所謂的整體性的結構問題 我覺得以目前的這個中國股市來講的話 我不會覺得他有什麼泡沫的一個問題出現 因為以現在上來講的話 當然就是從去年的這個十月十一月這邊 兩千四兩千五一直往上漲到這邊五千點以上 事實上他已經漲了一倍了嘛 那你漲一倍的一個過程當中來講的話 其實你適度的一個回檔 就我們技術面的回檔零點三八二實際上幅度都還不到啊 所以等於說你技術性的一個修正 或是技術性的一個回檔 實際上他還是在一個滿足合理的一個價位所在嘛 那你最近的一個震盪來看的話呢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 市場都一直認為都一定會漲 那臺灣來講的話呢 其實我們現在的散戶的結構來說的話 已經是就在我們的成交值來講的話 他已經當到了五十幾個Percent了 所以變成說我們的法人來說的話 的比重是拉高的 所以對這個市場相對其實是比較健全的 是比較穩定的 那這個其實現在的這個A股 或是這個這個深圳的這邊的這個股市來講的話 他其實就像我們十年前十五年前的這個台股 是一樣的嘛 那個時候來講的話 你的第一個你公司加速少 公司的加速慢慢開始變多的時候 其實你股票的選擇就多了 另外你從原來只是現股的操作 變成開放融資的這個操作 尤其是融資的操作 最近其實就是中國的股市來講的話 其實在四千五以上 開始呈現大震盪 最主要原因就是槓桿的操作的倍數 就是他的兩融的政策 那所以在兩融的一個政策 先前的這個開放來講的話 所以你這些中國的大媽 開始從現股換成這個融資 大幅度的這個槓桿的操作 一直到我們其實也有這樣的經歷 經歷過嘛 就是你從現股信用交易 最後是什麼 借柄嘛 所以這一次來講的話 中國股市這一波為什麼跌這麼兇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個禮拜 有IPO要出來 所以他通常來講的話 大量的IPO上市的時候 這個就會稀釋掉這個市場上的一些資金嘛 然後第二個最重要就是兩融政策的一個緊縮 所以就是說他們的政策上已經直接下達 也就是告訴你說 像這個借柄的這些不合法的融資的動作 都給我停下來 所以他們的政策是非常貫徹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資金 如果一收緊這些都是大貨 所以不會有系統性的這個結構性問題 我覺得他就是 就是你的槓桿的操作的倍數過多嘛 所以你現在在做我們所謂的籌碼面的清洗嘛 所以你等到籌碼面清洗完了以後 中國股市真正會上漲的是什麼 除了他的經濟的這個基底之外 再來就是政策 其實中國的股市 always看的是政策 他的政策來講的話 你上半年是這個護港通 那你下半年還有一個深港通 是 對啊 那你複實指數 其實他已經納入了這個A股 那MACI來說的話是明年的事情 但是他告訴你說 他的理由是因為你的市場准入的問題 那你從這個地方 實際上對A股 他是短空長多 也就是說他未來的金融的改革政策 他會越來越開放 你越來越開放的情況之下 你的外資也好 或是外面的資金 實際上他在投資的價值開始 慢慢就會浮現 那中國來講的話 現在的散戶的比重呢 是八成 所以你在慢慢金融改革的過程 外資慢慢的進來 整個市場做一個調整之後 事實上他慢慢的就是會往上去走 這個這種陣痛的過程 其實跟以前在台股的那個陣痛的過程 其實是一樣的 可是我們台股也有掉到兩千多點 是啊 那所以 那個是政策性的因素 就是說其實當時台股第一次的萬點 是一二六八二 就是在民國七十九七幾年 七九年的時候 那後來是因為郭婉榮的這個證所稅 所以連跌了二十幾天的停板 所以那個是 對 那個是整個政策性的因素 那我覺得說 其實剛剛梁老師這樣的題 就是說 就我們現在看的是 中國股市到底會不會有所謂的系統性崩盤 不會 不會系統性崩盤 但是他有沒有非理性的飆漲 有 為什麼 欸有些公司喔 他的這個本益比來到一百多兩百多 你無法想像 那公司根本有沒有賺錢 你都不知道 就像你說暴風 哎呦 暴風咻 暴風是虧 然後他還可以漲似是虧錢 然後呢 就甚至有些像台資企業 你知道嗎 像我舉個例子 在新店的遠東工業區 有一家公司 叫做這個洪訊科技 他呢 他就說欸我 我做的是塑膠自動化 射程輸出 結果呢 那個A股 就是中國的股民說 唉呦 有自動化 歐洲什麼control 就是有 有沾到一個自動化 那他呢 是在三月份的時候 十二塊七掛牌 你知道嗎 他到五月份的時候 來到多少錢 來到了六十幾塊 所以光一個這個台商 那個在浙江的台商 叫做熊玉琳 他說光他的股票掛牌 他也不知道喔 就這樣子標標標標標出他三百億的身價 那他自己也覺得說 那我如果回來台灣的話 搞不好我十二塊掛牌回來還腰斬 因為台灣有很多F股啊 或什麼你公司如果沒有真的賺錢的話 那還上不去 可是就是說其實他是亂標的 那這個亂標的過程當中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就是說他會整個洗牌 重新洗牌是包括說 你過去可能有很多的台商的公司 對不對 那這個我可能競爭比中國大陸的企業 還要來的有優勢 結果他們現在一掛牌之後呢 錢太多了 錢太多了怎麼辦 我消價競爭 你知道在從珠江到 從珠三角到長 從長江到珠三角 就是整個台商的這個 被這個紅色資金鏈 就是飆漲之後呢 發生什麼狀況 發生說 我竟然單子也被抽了 人家消價競爭 所以呢 給我打個二十趴三十趴 台商撐不下去 倒了關了 另外呢 大概就是我的人也被 也被搶走了 過去我們是想說 人才被搶走對不對 我現在呢 這個掛牌的A股 我就給你消價競爭 我砍個二十趴 那你的客戶會不會轉單 會啊 台商的客戶就被轉單走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所謂的瘋狂的狀況 是存在的 那他會呢 非理性的飆漲 非理性的下跌 會重新洗牌 但是系統性的崩盤 到現在是不會的 可是如果從歷史的經驗來看 兩千年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也很樂觀 誰知道 啪一下打看泡沫 08年的時候 那時候刺激房貸 其實大家很樂觀 誰知道啪一下全世界金融海嘯 那當然很多人還是認為說 這其實不會所謂的系統性的問題 可是的確也很多人認為說 這種的系統性的崩盤 是不是泡沫 大概很多人認為是泡沫 但是泡沫會不會破掉 這就是不同的解讀 我們來看看 包括市場觀察 專欄作家高德 他說 中國股市正在重演 零七年狂生後暴跌的情形 聰明的資金呢 早就逃命了 套現離場了 摩根斯坦利 法國巴黎銀行等等的外資 都看空中股 那中國股市泡沫化 很快就會破掉 那中國外經貿大學的教授 劉寶淳他說呢 造成中國證券市場 雲霄飛車現象 就是暴漲暴跌 這個是經濟體制改革不到位 那股市指標跟企業實際表現是脫鉤的 這你其實不怎麼樣的公司 結果可以漲成四十倍的股價 惠里金晶分析人他說 不用那麼擔心啊 最近的跌呢 只是一次健康性的市場調整 隨著中國經濟轉型呢 中國中產階級進一步會把資產 從房地產再轉到股票證券的 這個大趨勢會越來越超下去 真的不會有任何系統性問題 我認為還不至於 就是還不至於到了 整個系統性的崩盤的情況 他是在做一些調整 那當然呢 最大的風險 其實他整個的在於說 他的資金的融資 因為我們過去講說 所謂有影子銀行 可是呢 現在所有的錢都放在股市 包括你知道他們的這些公司 甚至台台資企業 現在很多沒有回來的 都在幹嘛 都在做都在放款 放款有點像我們早期 剛剛梁老師講的 就台灣二十年前的股市的時候 是什麼做秉總啊 因為我秉總以前 一萬塊一天是七塊對不對 年利率是二十一趴 那現在呢 在中國的這個市場上 利率十幾趴 非常非常普遍 尤其是在股市 甚至呢 你手上有資金的話 比如說你手上 有一千萬五千萬的資金 他有那種所謂的專案融資 專案融資的話 十趴十二趴都很正常 那在台灣會覺得 不可想像 那簡直就是跟 跟地下錢莊借錢 你看那個和望的劉永祥 不是講說 我被地下錢莊壓死了嗎 問題是在台灣的 就是說他的周轉 他的turn round 就是他周轉率沒那麼高 所以獲利要賺個兩趴三趴很難 我們現在叫保三保四 現在根本是 連保二總隊都都做不了 可是在中國不一樣喔 這樣的一個標法 就是我連續這樣從 像暴風這種 從幾塊錢 七塊 就是 就是標了幾十倍的 非常非常普遍啦 所以 他們現在因為周轉率很快 所以 現在是暴跌下來之後 我相信是有些人會出場 可是呢 這個出場下去之後 你說 他會不會重新啟動 像我們剛剛講說 除了港復通之外 再接下來是深復通 然後外資的資金 有很多在房地產的資金 非常非常龐大 中國大陸現在很多人 不買房了 我買房幹嘛 我買房又不好賣 對不對 可是呢我在股市的話 我轉很快耶 我轉個兩三天 一萬塊人民幣 一萬塊人民幣 馬上就變三萬五萬耶 很快耶 現在是這樣的一個氣氛 社長你怎麼看 我覺得那個 我們用那個比較寬大的 那個標準來看大陸股市 因為我跑大陸跑很久 我覺得剛各位講的那個大陸股市 暴起暴落 我看過十幾次了 就從最早 我就講 我們講點歷史好了 一九八六年 那個大陸剛開始 推行推動股分支的時候 上海只有六支股票 結果全大陸資金都 剛開始大家還不知道 那個有這些股票的上海市民 被騙了 都廉價就把它賣掉 後來少數人 像養百萬他們炒這個 也是炒出幾十倍上百倍 還有各位記不記得 一九九二年 深圳發生那個搶 那個股票認購單 不是搶股票 這個不是抽籤抽股票 是抽那個認購單 只是填認購單 就發生很多詐騙事件 有人偷印那個假的 那個認購單去賣 結果有人買到假的 自殺了 這些我看過很多 我覺得我看大陸股市的 那個行情標準 從一千點看到六千一百二十四點 這是我的標準 我的尺度 因為看多了以後 我們覺得他的那個 就像那個激烈的打籃球一樣 啪啪 那個你把它打得越高 他就跳得 他就摔下來就摔得越大 這一波上個禮拜 掉了百分之十三 我覺得還不夠 因為我們中和最近幾個 中外的那個投資專家的看法 包括美國一個什麼什麼什麼 那個名字我記不得 他說最少要掉兩成 他會講對的 所以百分之十三還不夠 如果下個禮拜會見真章會再掉 就明天啊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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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恢復 大陸要恢復教育 我現在比較好奇就是說 這一波下來的底部支撐在哪裡 底部支撐會不會是在四千點 或者是回到當初起上點 今年起上點三千兩百點 我記得三月份那個兩會 剛開始開的時候 也是也是跌 第一次那個大陸降低利率跟降準 沒有用嘛對不對 第一次降低利率沒有用 那個兩會開幕李克強 在那邊政府公司報告 結果復股再給你看 很難看到第二個禮拜才 開始恢復上漲 第二禮拜為什麼恢復上漲 中國政府宣布 抽換地方政府的債券 就是被解釋為中國版的QE 就開始漲 那所以我現在對大陸股市 你說會不會系統化危機 好像大陸股市成立一九九零年 成立到今天 已經有三十幾年了吧 二十幾年沒有過系統化危機 連那個 那個金融海峽那個時候 也不能叫做系統化危機 系統危機就是連片的倒閉 這種好像沒有發生 我的看法是 大陸股市這一波跌下來以後 會重新去挑戰六一二四的高點 剛剛各位講到 六一二四先過了再說 六一二四那個是最近幾年來 最高點 那是二零零七年的十月十六號 那天中共正在舉行什麼大會 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我不太理解 就是說剛剛很多來賓 你們都談到說 有不理性的狂飆 而且這是很普遍的 但是你們都不認為 會有系統性的問題 系統性的 這不是很矛盾嗎 就是一大堆都不理性的狂飆 但是他不會整個崩下來 這就是資金的一個貪婪嘛 因為他降息又降準 包括在第三季來講的話 他還是會在降息做降準的動作 因為他現在的這個存準率來講 大型的銀行存準率 他有十八個percent 所以他其實降的這個空間 其實是很大的嘛 那所以就是說 你在資金的這個 就是泛濫的情況之下 市場上其實是有錢的 這跟其實臺股都是一樣 真的不會有最後一批白老鼠嗎 我是覺得這個白老鼠 最後一批白老鼠總會出來 會不會在洗眼二零二零一幾年 或者是到二幾年三幾年四幾年 不知道 不是像這些公司來講的話 他當然會就是會 不是可見的未來 市場上來講他會去調整他嘛 那比如說像您剛剛所去提到的 這檔個股來講的話 其實現在有很多的公司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他是尤其是在那個 就是他們的OTC的市場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可能是傳產的公司 可是呢 因為他只要掛了一個網路的 網路的或者是互聯網相關的 科技的公司 他就會往上標 可是他的內容上來講的話 其實可能佔不到五趴 或者是十趴 是屬於電子 這個其實跟我們先前 食品的公司 紡織的公司 建築公司 拼命的想要掛什麼 電子是一樣的嘛 因為你現在就是在漲這些公司 可是你在市場上來講 當你的股價漲太高的時候 市場自己本身就會去調整他 所以大家都還是比較認同說 個別的公司 個別的產業 可能會有這一種 所謂的暴漲暴跌 但是整體說中國股市 要整個大崩盤 短期內大概看不太到 可是董事長 你對資金會更敏感 你也認同 我剛剛聽了半天 其實我們都在談企業面 股市面 大家忽略了 我在大陸跟我們這個李兄一樣 待了這麼久的時間 從來我不相信市場上的訊息 因為他政府的操控性太強了 臺灣的泡沫 過去跟大陸的泡沫是不一樣的 所以以目前這樣的一個評估 我們當然大家都有一點抗壞 二零一五年第三季 第四季 甚至是二零二零一六年的全球經濟 包括我也剛從巴西阿根廷 才去出差考察市場回來 但是大陸這邊基本上現在 以上個禮拜這樣的一個現象 其實是一種 漲操 操漲的一個回檔 我不相信他會出現一個很嚴重的 一個系統事情崩盤 而且在大陸這麼長久 二十年 二十幾年下來 聽到多少次人民幣的問題 聽到多少次股市的問題 包括我們李兄剛剛提的 這些一千到六千 那我認為說 應該說大陸的這個政府 北京中央這邊 他一定有他一套的操縱的一個技巧 跟他的一個規則 因為為什麼會操 為什麼會操葬 大家都在談本盟比 本益比 而且大陸股民根本就是一窩蜂 他根本沒有像臺灣的 你什麼本意 但是我們這樣子來看 也就是說其實臺灣 比如說大家比較有經驗的 然後甚至你古靈二三十年以上的人 你看到露骨這樣的一個漲法 你都會覺得說 哇 這個一定崩盤的亂漲 可是我跟你說 臺灣真正在大陸 現在這一波這樣子 有賺到錢的不多 因為我們都已經學會了專業 我們說學會了理性 所以真正的老扶手 也沒有人說我在這一波 我去賺到大陸的露骨的錢 對 然後只有賭徒 就在這一波只有賭徒去賺到 那所以我覺得說 他只是會做修正 臺灣也經歷過那種 明明就是謝國良他們家的大陸閣 可是打電話進去 就說我要買太陸閣 然後就隨便亂買 隨便亂漲的這個階段 也有 那現在中國就是這樣子 因為資金太氾濫了 聽到鳳梨多好吃 就大家都去買 對 他會修正 那修正之後呢 他們就是再看提載 再看資訊 然後再上去 那甚至還有人喊到說 像現在上陣 有人喊到萬點之旅 萬點之路都來了 所以不知道 就是說但是系統性的崩盤 是不會的 所以董事長我就要請教 如果說那個是只剩下賭徒 能賺錢 或是賭徒敢玩的一個資本市場的話 那臺灣真的要去玩嗎 第二個 那大家都說 因為他背後有一隻很強大的 所謂的政治的手 不一定是黑手 但是那隻手實在是太強大 所以那隻手不會讓上海股市崩盤 可是如果大家都這樣想的話 難道不就會崩盤嗎 我就說那整個集體的一個不理性的 一個思考 那會不會導致一個很大的風險 我們來看看個別的 剛剛我們談到所謂的第一邀股 暴風科技 六月十九號呢 上禮拜五收盤是三百零七塊 然後上市的時候是七塊 連二十九天那個漲停 漲了四十三倍 可是本業是虧損的 那誰管他什麼什麼CP值 本業比誰管他 重點會飆 但是你就保佑自己 不要成為最後一批白老鼠 現在這一隻呢 已經是那個停止交易了 再來安塑信息呢 上禮拜呢收盤是一百二十八塊 上市的時候呢 是二十三塊 就短短也大概是一年多的時候呢 就從二十三塊漲到一百二十八塊 這是中國A股市上第一檔的四百塊的股票 全通教育呢 也從三十塊漲到一百零九塊 剛剛我們談到藍石重裝呢 從一點六八塊漲到二十二塊 然後呢中科曙光 這也是從五塊漲到一百零二塊 我想問董事長的一點 這樣的資本市場 臺灣民眾或者是理性的中國民眾 真的蓋進去 真的不會有最後一批白老鼠出現嗎 當然這個這個絕對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但是在大陸十三億人口 當他對於這個股票或者是你看那幾支股票 全部都是本孟筆 那只要一有一個科學家 只要一有一個網路 只要一個信息 包括我最近聽到的是 在大陸根本沒上過股 沒有上過貴 然後一個文創的一個產業 一個四川的產業 他即將要到澳大利亞去上市 他的整個公司的體制 還有他整個的這個資金部位 我都很清楚 可是你會相信嗎 他要到澳大利亞去上市 而且可能成功喔 那可是他在這個大陸 或者是在這個獲利 或者在財報上面 根本就根本看不到 可是我前幾天上個禮拜收到的訊息 他已經簽約 已經要到大陸 已經要到澳大利亞去上市上櫃 所以以臺商 我們如果是真的是一個正貴的臺商 在大陸 我們基本上是不太會去碰資本市場 但是有很多臺商 的確長到甜頭 我只要上去 我就是會 所以就這樣這樣一個不理性的 他把錢借個賭徒 我想我也補充一點 其實這個不理性 不只是股民的問題 其實我們還是想一件事情 剛剛大家談很多本夢筆 會有本夢筆這件事情出現一定是錢很多 沒有錢就沒有本夢筆的問題 當然不要忘了一件事喔 洗禮體制剛上來的時候 他們曾經講過一句話 不要期待中國再有任何刺激政策 貨幣政策或者是財政政策 其實他們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經濟結構的調整 是希望從外需把它調成內需 那後來為什麼還有這個刺激政策呢 我們把它叫李克強為刺激 因為他其實內需起不來 內需起不來怎麼辦 內需起不來 他還是得靠出口來撐 所以當你要靠出口來撐的時候 你匯率就得扁了 貨幣就得寬鬆了 所以我還是提出這個可能的警訊 這個可能跟我們所剛剛提到的 什麼叫做崩盤有關係 六千掉到三千算不算崩盤 還是要掉到一千才叫做崩盤 這可能每一個人的標準不一樣 但是如果從六千掉到四千 可能是一些蠻嚴重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長期來看 就是剛剛雖然大家講到說 好像這個中國不會讓崩盤 這個事情發生 但是我也要講這件事情 政策有時而窮 所以政策不是無所不能 如果政策無所不能的話 就不會歷史上出現一些奇怪的現象 可能會崩跌的現象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還得去不只是股民的理性問題 還得去考驗這個 中共政權的理性的問題 就他們面對現在這個 經濟結構調整不過去的時候 他其實我們在這裡談得 好像很輕鬆愉快 就錢怎麼來怎麼去 如果現在我們都是李克強 恐怕我們心裡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現在是在走鋼索 我到底是要靠著這個 也緊縮一點的政策 想辦法去推這個結構轉型 去推內需呢 還是說我繼續看不得這個經濟下滑 所以我要用寬鬆的政策 恐怕他每天睡不著睡不著覺 都在想這些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從政策面來講 你把時間拉長一點 我覺得還是要去觀察這個寬鬆的政策 不過我們也剛好來看一下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他到底心裡是怎麼想的 他現在面臨兩個 就他已經知道說這種 所謂的投機市場是太誇張 所以他要調結構 他也知道說中國整個產業結構 必須要大幅的調整 他一定要調結構 可調結構的結果就是非死即傷 所以他要穩增長 他要穩定 但是他要調整 所以他現在就是走鋼索 我們來看看 剛剛我們都談到說去年底的時候呢 護港通上路了 然後呢 可是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也看到說中國呢 這是近兩年半來首度降息 降息的意義當然就是要刺激經濟 那為什麼要刺激 就是經濟有什麼樣的一個問題出現了 然後今年二月的時候呢 存款準備率首度調降 這是三年來首度調降 然後二度降息 然後三月的時候呢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說 採取財政貼席的政策 加速折舊 推動傳統產業技術改造 加快金融市場 然後之前我們談到 所謂的一帶一路 互聯網等等這些政策 四月的時候李克強說 中國經濟面臨越來越大的下行壓力 那投資者永遠看到最樂觀的 但是反而是掌權者 執政者說這個壓力太大 那所以要加大調控的力度 做好穩增長跟調結構的平衡 既要對經濟長期有看好充分信心 可是也要做好面對更大困難的準備 然後五月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中國 中國實施存款保險條例 半年來第三度降息 所以我再請教一下梁老師 整體中國所面臨到的經濟 真的是像大家所看的這麼樂觀 整體經濟在中國 其實我覺得這麼大的一個國家 他的經濟他的GDP上來講 還能夠再保七個Percent 美國的第一季 其實他已經下修是負成長的 可是Dow Jones還有Nesda 也是創歷史新高的 所以你要怎麼解釋 所以其實我們回歸過來 就是說其實經濟的數據上來講的話 他其實是呈現軟著乳的嘛 那所以如果在一個軟著乳 穩健增長的一個情況之下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經濟的體來講的話 他沒有什麼樣一個很大的一個trouble出來 那股市資本市場來說的話 其實他看的其實是政策面 只是說 其實我們就剛剛董事長有去提到 就是那兩個字政策 你政策的趨勢上 如果是在於資本市場是要讓它是往上的 金融的一個改革 是要讓資本的市場更健全的 那這個市場 他就是持續會往上 那他為什麼會在金融市場上去做這麼激勵的一個改革 最主要就是也是回歸到經濟的結構 我們知道其實他最重要的經濟的兩個引擎 一個就是投資一個就是這個消費 那投資的部分 因為外來的這個消費 其實是有外來的投資是有減少的 尤其他房地產的一個下來 所以整個的資金 其實外來的這個資金其實是有撤出的 所以他為什麼要降息降準事實上 就是要活絡市場上的這個資金的寬鬆 那剩下就是投資消費的這一塊 消費的這一塊其實他努力很久了 怎麼樣要從老百姓的口袋掏錢出去 這個叫消費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做這件事情 不是像我們只是很簡單 很簡單告訴我們說 我們是要這個內需是要擴增的 他做的是朝向三個部分 第一個 你老百姓是要有錢的 所以他所得是增加的 你從十二五一直到現在 往後的這邊的十三五 通通他的那個所得都是用兩位數字的一個成長 所以老百姓的這個口袋 如果有錢的話 他自然就會消費 第二個從哪裡是最快 因為你房地產的資產價格下來 所以老百姓的財富是縮手的 所以他就從股市是最快製造你財富的 所以你股市的熱絡來講的話 所以他在今年你會從去年 其實到現在你會發覺 他在金融改革的這一塊的政策 其實是不斷地丟出來 包括到我剛剛所去提到的下半年 你還有深港通 甚至於護臺通 護新通 甚至於明年的MSCI 納入的這個市場上 國際的這個資金 其實這個這個趨勢上來講的話 他是長線在做的 護臺通 會不會談得太早了 那如果當護新也通了呢 如果當這個深港這邊 香港這邊全部都通了呢 你會不會有壓力 你自然就會有壓力 所以像現在的這個 復委託來講的話 其實不需要 不需要國家來給你壓力 包括現在的券商 其實就已經開始給你壓力了 布依正傑我要請教 所謂的中國崩潰論 在我們這個節目 還沒開始之前 就是八年前 其實應該十幾年前 對對對 就常常一陣子就是說 中國經濟要崩了 中國即將崩潰 可是也沒有關係 包括十幾年 十年前 包括十幾年也沒崩 但是也是因為這樣 大家說 其實中國經濟是很穩的 你怎麼會去買人民幣 我本來就有人民幣 但是我沒有兌換 就是說其實現在當然有些人 會把就是你原來的臺幣的存單 解約 去存人民幣 可是這個趨勢是錯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說 這一波下來光這個貶值 就是說其實他根本就沒有賺到 就你去賺那個三趴 有沒有 很多人說 哎呦 我的臺幣的定存才一點多 那如果給他改成人民幣的話 可能可以來到三點多 那就多出了一點幾 可是呢 你最後發現說光這一波這樣子 你根本就 就是你賺了利息 可是你賠了會差 那所以這是不划算的 其實而且呢 我們最主要的是 因為其實是政府的政策支持 因為包括央行總裁彭懷蘭都說 就說對於一些銀行 他存人民幣的話 我給他補利差 是因為我如果 比如說我幾十億幾百億的這個 這個臺幣 然後我轉成人民幣的話 其實你轉到人民幣的話 就是包括中國的開發銀行 中國人行本身 光那個利差本身就會 補給臺灣的金融機構 所以是因為政策 可是政策這麼做 那人民有沒有賺到錢 沒有 所以像我自己個人的話 我是沒 我是不鼓勵 甚至呢 我是一直勸退說 大家絕對不要把你的臺幣的 存 定存解約 然後改成人民幣 你可以去考慮別的啦 比如說其他的貨幣 他可能有其他增值的空間 或是說 像像最近 因為歐元 甚至美元 就是說 其實他有一定的這個 這個狀況 就是比較可以預測 那人民幣的話 如果你 你把 你把你的定存單解約了 改成人民幣 這一波下來 大家都賠錢 我們之所以這樣講 是說大家 剛剛都同意說 中國資本市場現在 其實投機性很高很高 可是呢 其實臺灣的財經官員 是鼓勵臺灣成為中國以外 離岸人民幣交易的一個重大市場 對 而現在呢 因為人民呢 傾囊相助 就把所有的錢呢 都解了 然後解臺幣定存呢 去存人民幣 所以我們來看看 現在呢 臺灣人民幣存款呢 是三千三百六十二億 這是五月份最新的資料 是全世界第二大人民幣的離岸市場 那第一大是哪裡 香港 香港 那香港是同一國的 當然可以嘛 那臺灣真的要跟中國的 在所謂的人民幣市場上 扣連的這麼緊 我們的風險到底有多大 我們來看看這一年來 美金兌換人民幣啦 那是因為一塊錢 美金可以換多少人民幣 所以這個如果下跌的話呢 就代表人民幣是升值的 如果這個上漲呢 就代表人民幣是貶值的 可是人民幣呢 從去年六月呢 升值再到之後呢 去年底呢 開始貶值 那後來又稍微升值回來 一點點 很多臺灣的民眾呢 為了想說 啊 賺取那個四趴五趴 今天差很多 差三杯 四杯 以上的這個離岸 所以把臺幣解了 去存人民幣 可是後來沒想到 第一個利率呢 現在要到三也很不容易 第二個會差的部分 恐怕也會讓很多人套牢 更嚴重的是 如果臺灣跟中國 在人民幣 或是在資本市場的扣點 是那麼緊密的話 我們的風險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 去年一月底 人民幣才開辦一年 我國銀行人民幣的存款余額 變達兩千一百四十五點二二億元 一舉衝破兩千一百億元大關 折合臺幣一兆八百一十八億元 比前年十二月多了三百一十九點二二億人民幣 當時學者分析銀行相繼推出優惠利率專案 才會讓人民幣成為熱門的投資貨幣之一 今年五月底人民幣存款余額為三千三百多億元人民幣 但月增率僅百分之一點八七成長速度連續三個月不到百分之二 年初被高利吸引進場的民眾即使存到百分之四專案利率 還是難逃套牢的命運 另外五月中旬中國人民銀行公告再次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存貸款基準利率 行庫主管認為中國人民銀行在半年內降息三次 市場預期還會再祭出寬鬆措施以挽救經濟頹勢 國際貨幣基金也指出人民幣已不再被低估 投資人民幣的風險恐怕會提高 不過社長我就要請教你啊 就是說追求比較高的投報率那當然是人性 你如果以後你自己去拼搶的 可是當這個政策是政府鼓勵的時候 那到底對臺灣有什麼好處 我想來為政府澄清一下 就是說我們政府在一開始確實有那樣的一個意象 就是剛開辦人民幣存款的時候 那個我們政府好像有鼓勵的味道 可是這種鼓勵的那個氣息 好像只有幾個月以後就變了 那個有一次彭總裁還特地澄清 我沒有鼓勵大家去買人民幣 所以這個政策是不是有鼓勵不知道 但是我們總的一個戰略就是說 臺灣在大陸旁邊大陸如果人民幣 將來變國際貨幣的話 我們應該變成那個大陸 全身一個很重要的人民幣的離岸市場 離岸市場有什麼好處就是說 我們可以在這個市場上掌握主動權 而且銀行透過那個人民幣的回流 可以賺很多的那個立場 可是那個人民幣回流到現在執行的效果 真的不好耶 聽說那個昆山跟臺灣有那個 人民幣回流的那個業務 報紙燈很大 但現在好像實際做的那個數量 並不是很大 是不是我們這個兩雙方面的溝通 有問題還是政治的原因 應該去好好打通任督二脈吧 不過董事長怎麼看 因為那牽涉到說這一陣子以來 美金是走強的 美金是一直升值的 再來中國剛剛我們談到說 他其實是在做量化寬鬆 他的貨幣相對來講是寬鬆的 是用刺激的 而美國呢 他現在開始思考要升息了 一來一往 那這些把臺幣解了去存人民幣 會不會利率也沒賺到 會差賠得一塌糊塗 當然啦 因為我想剛剛是因為人民幣 的確是一個新的這個金融的一個 一個政策 那另外一個是 如果對臺灣我們這邊來看 是因為人民幣 他的確有一些比較政治的敏感度 可是如果回過頭來 假設臺灣他真的是希望能夠多一些國際化 就像我們剛剛這個李社長說的 就是說你光只是去專注說 哇人民幣的存款這麼高 那我們應該如果真的要這樣考量 應該把所有幣別全部都拿出來 稍微做一個總體的一個一個檢視 應該會比較客觀一點 那另外一個是 但是在整個人民幣的這個這個存款上面來講 以我自己公司的資金來講 我絕對不太可能會去解臺幣去那個 可是因為就像剛剛講的股民 或者是投資者都是盲目的 那當有一個新的政策出來的時候 表示他是一個有potential的 他是有可能 再加上我們本來疫情 你看那是這一兩年覺得這個人民幣的這個聲扁很奇怪 因為製造業的確是沒有這麼好的榮景 那GDP保期也都快要有問題了 或者他本來的確看好人民幣 早就已經講到要升到五點五 升到五啦 那這個預期心理太濃厚 所以造成大家一窩蜂的去搶 那當然剛剛提到的利率大陸的這個比臺灣高 臺灣才一點多而已 再加上臺灣的確經濟不好 所以我是覺得不單純只是為了要擁有人民幣 或者是一種鼓勵 我覺得這中間如果以我企業界 我自己的這個看法是這樣子 不過橋老師我請教你 你剛剛一開始有談到說短期 你也不認為中國股市會有崩盤的可能性 但是你認為中長期其實很危險 那到底中長期的危險性是在哪裡 我們來看看中國近期表現 其實經濟也不好 臺灣說那個第三季第四季會蠻慘的 其實中國也好不到哪裡去 我們來看看中國呢 在第一季GDP是七趴 那低於二零一四年第四季七點三趴 這是零九年來第一季以來最差的 第一季總出口總值呢 是五點五兆人民幣 相較起去年同期呢 降了六趴 那第一季的房地產投資呢 是八點五趴 是零九年來最差的 一到四月固定資產投資年增率是十二趴 是十五年來是最低的 四月的零售銷售年增率是十趴 是九年來最低的 四月的新增人民幣貸款七千零九十億 這是四個月最低的 那四月的M2年增率呢 是十點一趴 這是歷史最低紀錄 但是就像我們剛剛一直講的 十幾年來一直有人在講 中國經濟要崩潰 那中國經濟一直沒崩潰 所以這個唱衰跟他每關都過 還是會不斷地重演下去 我想還是這個 什麼叫做 就這樣信聰一下 什麼每關都過 那個過是什麼定義 就像剛剛梁老師也講的 他是在這個軟著陸嘛 OK 如果我們講的 也許大家從抽離這個股市面 來看整個經濟問題的話 我覺得大概這幾年全世界經濟 有一個最大的變數 其實就是美國再工業化的成功 這個東西影響非常非常大 就跟我們剛剛講的都有關係 歐巴馬當他開始講說 美國不要再用借錢 來刺激經濟成長 而要用出口來驅動 美國的經濟成長的時候 其實亞洲國家就知道該擔心了 因為這是亞洲國家在做的事情 的確我們看到一個非常明顯的例證 就是從二零一二年以後 當再工業化製造業回流 開始回去以後 我們看到一個明顯的現象 所有過去亞洲國家包含臺灣 包含中國 當美國景氣好 我們出口就好的 那種聯動關係已經被打破了 是從二零一二年開始 美國經濟很好 但是臺灣從二零一二年開始 出口就越來越糟糕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某種程度 我們看到亞洲經濟 為什麼相對於美國 比較不好的原因 而這個東西對中國的影響 尤其大 剛剛梁老師講的 很多的外資開始抽離中國 回到譬如說美國去 這個當然是美國在 在工業化的製造業回流的 政策的成功 這個產生什麼現象呢 除了資金的逆轉 回到美國去之外 將來美國如果要以製造業為主 他就會有很多技術的封鎖 甚至會對中國在貿易上 做很多的打擊 我們看到最近很多的雙反稅 就是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中 剛剛康董市長講 為什麼包含臺灣 包含中國的製造業 開始慢慢不行了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嚴重的 結構性的問題 就是當中國 他也看到這個問題 他的出口 沒辦法再好了 起不來了 製造業好不了 他要想辦法 把他的這個動能 轉到內需去 那轉到內需去 其實又轉不太過去的時候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走鋼索的現象 李克強就會睡不著覺 他就到底是要調結構還是穩增長 要調結構還是穩增長 所以這個鋼索是造成 我們現在後面這個貨幣政策 是這麼寬鬆 因為對他來講 如果不穩增長 經濟成長率掉了太多 他會有嚴重的失業和社會問題 所以他在調結構和穩增長 這個之間 現在看起來是穩增長 重於調結構 就是因為穩增長 重於調結構 所以我們會看到現在的 整個貨幣寬鬆成這個樣子 是 但是這個穩增長 調結構的這個 重增長 輕結構的這個過程 能夠持續多久 那這個過程持續下去 其實對中國整個調結構 可能是一個不利的事情 這個就是我擔心 為什麼對中國經濟 不能太樂觀的原因 但是他到底要不樂觀 到什麼程度 其實真的 就像我們剛剛談的 中國這個經濟體 是特殊到 沒有潛力可以看的 所以我們一直都認為 他有危險 有崩盤的可能 但是他的經濟體 大到可以承受很多的風險 是 那我只能這樣說 長期 其實我不認為中國的經濟 會有像過去 那樣好的榮景 他要變成世界經濟龍頭 去取代美國的 那個可能性 我覺得也不存在 但是他能夠差到多少 其實也很難預估 但是我只能這樣講 我對中國的經濟 長期來講 不會看得太好 那剩下的事情就是 我們要預期 這個中共的當權者 他面對這樣的情況 他是要不斷的 用刺激政策出來 還是他有一天突然一覺醒來 我不要再這樣做 你剛剛談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 其實臺灣的經濟表現 之前都是跟著美國連動 如果美國好 臺灣就跟著好 可是這幾年下來 這個連結被改變了 美國好了 其實臺灣不會變好 甚至會變差 那那言下之意說 那如果中國變差了 臺灣就一定會跟著變差嗎 其實不一定 但是因為臺灣現在 跟中國的這個相關性 實在太緊密了 我們現在跟中國 最嚴重的問題就是 我們的產業的重疊性太高 不只產業的重疊性太高 技術程度也沒有拉開來 就是我們現在領先 中國的那個落差 是越來越小 所以中國經濟 無論再怎麼差 只要他跟我們 處在一個產業的 這個競爭關係的時候 我想對臺灣來講 他也是一個嚴重的 不過玉珍姐我們現在就 面臨一個很複雜的情形 其實很多時候 其實很早以前 我們就說打臺灣 不如買臺灣 這是中國 這其實很明顯的 一個政策出來 我們剛剛真的一直在買 一零年三月的時候 京東方集團 就用二點四億人民幣 買下美其科技 這是大陸資金第一次收購 臺灣的上市公司資產 一二年十一月的時候 復興集團三點六億 買了臺灣 在臺北很重要 叫做維格品價 這是入資參股 臺灣食品業 第一個例子 一二年十二月的時候 中遠陽用四十億台幣 取得高明貨櫃碼頭 三成的股權 這是入資 直接參與到臺灣的公共建設 我們來看看之後的一些發展 包括一三年八月的時候 信達國際用三億多 買了熱身科技 一四年九月的納埃斯 買了所謂的臺灣的清潔大廠 廟管家 一五年五月 中國中信集團 可能入股臺灣中信金控 然後在今天我們傳出來 在臺北市 東化北路最好的 就是叫做那個超級六星級的飯店 好像也被中資買下來 對 我們來看看這件事 到底對臺灣的意義是什麼 平面媒體報導 前身是中泰賓館的超六星級 臺北文華東方酒店 近日傳出以四百八十億 出售給上海某大型中資企業 雙方在香港完成交易 根據報導 酒店所有人林命群 原本開價五百億 經協商議價後以四百八十億成交 中資鎖定臺灣指標性物業 想要全面收購 文華東方酒店距離臺北 宋山機場車程不到兩分鐘 又是興建飯店 中方認為與香港的酒店價格相比較 五百億根本不算什麼 為了使飯店產權與嫁金順利移轉 旅約保證據傳將由中信金控旗下銀行乘坐 中信慈善基金會董事長姑仲亮 在此交易案中扮演相當角色 林命群是中信金前董事長姑連松的乾兒子 他與姑仲亮也情宜生後 去年姑仲亮五十歲生日宴 就是在文華東方酒店舉行 中信金近年則在中國相當活躍 累積豐沛人脈 近年來中資收購 臺灣飯店傳聞不斷 面對報導 酒店所有人林命群 則透過媒體訪問表示 舉凡中資 香港交易等 都是未經查證的編故時 臺北文華東方酒店目前 沒有任何出售的意願 不過可能要再重複一下 那個文華酒店的業主林命群說 林命群他說這個是純屬虛構 不過在今天自由時報有買主 有賣方有仲介方有交易地等等的 但是這件事情所凸顯的 所謂的中資進入臺灣 而跟所謂的整體臺灣 跟中國的資金連結 那到底那意義是什麼 謝謝先生 你想說為什麼會有 無中生有有這個新聞 然後林命群又要否認 在去年五月十八號 他開幕之前 也一度傳出說這個 汽車大亨 就是王際汽車的王公威 用一百億入股了 他五十一趴的股權 因為呢 他持有的這家公司 叫做開太豐 那這個上頭就董事長換了一個人了 後來他否認 他就說 這個又彼此之間 只有房地產或其他方面的合作 也就是說 其實他們的資金 可能有一些共同的投資 可是那這一次 為什麼會有四百八十億 然後中國就上海的這個集團 就我的瞭解了 因為我也一直在追蹤這個事情 那臺灣有很多的飯店 都拿出來被傳說要賣要賣 包括了王朝酒店 之前是環亞 那我還曾經直接跑去找 那個仙尼雷德的陳董說 你們到底有沒有要賣 他說我絕對不賣 因為他那時候是用七十億買的嘛 那你看那個地方喔 隔壁的這個富邦某某 富邦某某買那個大樓的時候 一坪土地多少錢 八百多億 八百多億 那你去算算看說 如果以這個東方文華四千兩百六十多坪的土地的話 那林明群一定會算說 那我光土地就三百五十億了 更何況我花兩百多億 兩百五十億去蓋 所以他心裡頭想說 那你要跟我買的話 也要六百億啊 這個中資買都不用投審會 其實他是直接用公司交易 也就是說我剛剛講的 開太豐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持有東方文華東方這個酒店 那我如果直接用公司交易 像當年鄭周銘 不是亞視集團有很多的這個不動產嗎 像現在的什麼利息酒店 那些當時是怎麼交易 我買公司 我買公司的話 等於是我公司的股權 開太豐這家公司 是四十幾億的股權 我直接把這個股權買下來 而這個股權呢 我在香港 我在其他地方交易 我問這邊也查不到啊 所以我買公司 兩個小情侶去共同開創一個事業 可以贊不贊成 剛開始絕對是反對的 但是 准不能在她面前潑她冷水 我希望她賭高資 這個志願你們甜了沒有 實際上她是甜的啦 我很想要變更她啦 爸媽酒混蛋 一起來講真心話 從證明箱裡 答案 你先問誰 來吧 來吧 你別再問誰 誰是 我是美國美國總統的總統 嗨 阿Bee 這是警察 有什麼事嗎 我不相信你 你是誰說你 重返犯罪現場 第十二季 今天晚上十一點 就在公視頻道 喜歡玩影音 秀創意的青少年朋友 千萬別錯過 如果今天不用上學 青少年行動為電影創作營 從編劇到拍攝到剪接到完成作品 探索你在學校之外 想望的新鮮事 現在就提出你的拍片構想 與我們一起用手機 放心創作 高雄廠7月29日截止報名 完全免費 趕快上活動網站 報名喔 微風輕浮 閱讀時光 你不要過來喔 透過十位作家的手筆 呈現出台灣生活經驗的多元面相 這樣也遇到期待 結合作家和導演 激盪出屬於台灣的文學真情 週五晚間 十一點三十分 閱讀時光 就在公開